睽違兩年的世界經濟論壇 重返歐洲最高城市 瑞士滑雪盛地達沃斯 罕見地在春季舉行高峰會 而這次論壇各界都相當關注全球經濟 在疫情期間 新薪水盛每30小時 而現在在2022年 每33小時 1萬億人都在極端壞壞 所以為了解這些極端壞壞 我們正在賠償 所以有很多賠償 勒士會估計疫情加上通貨膨脹率飆升 加劇生活成本危機 今年可能有2.63億人陷入極端貧困 不過相比之下 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將近3.8兆美元 隨著物價飆升 食品和能源領域的億萬富翁 財富增長尤其顯著 因此勒士會表示 是時候對各大企業的暴力 徵收90%臨時超額利潤稅 來終結危機暴力 並且對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 分別徵收2%和5%的年度財富稅 這樣每年可產生2.52兆美元收入 我們看到這些問題 這些危機都發生了 各種的危機都發生了 這可能會覺得很誇張 但是全球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只有貧富差距 物貨戰爭與供應鏈等因素 導致糧食與能源價格高漲 可能會引發全球經濟衰退風險 不過對此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認為 雖然一些地區的經濟衰退風險升高 但全球經濟還不會陷入衰退 我的答案是不會認識 不會在此時 這並不意味著問題 而受到種種因素影響 許多企業正在重新思考 供應鏈與生產策略 推動生產業務在地化 但專家警告 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 全球化逆轉可能會推高通膨 並導致長期嚴重衰退 要有效解決全球經濟問題 恐怕難上加難 華語新聞 孫永玲 總共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